春天的生蚝肥美 女生多吃可以滋饮羊血滋润肌肤 改善面色暗黄 男士可以补肾补羊 改善疲劳倦怠 难怪都说生蚝是女士的美容院 男士的加油站 这碗生蚝粥赶紧做起来 春天要多吃干胃的食物 比如生蚝 有利于生发阳气保护脾胃 几个鲜虾不用多 剥壳留尾巴 80克的肉末用来提鲜增胃 40克瑶柱用来提鲜提前泡发好 一点点冬菜调味提鲜 一点点姜末去腥 一小把香菜和葱花 两人份的大米提前泡发 水三分开的时候就下大米 大米煮到五分开的时候 就下瑶柱 冬菜 姜末这些配料 先把米中熬出鲜味 然后就下肉末 把肉末搅散 这时候粥已经有七分开了 就把虾放进来 等虾红了 你就放生蚝 轻轻地搅拌 出锅之前撒上葱花和香菜 这锅香喷喷的生蚝粥呀 生蚝肥美多汁 米粥又香滑 虾仁又香甜 生蚝呢 富含多种维生素 人体必须的氨基酸和矿物质 春天多吃的话呢 能补益五脏 滋阴养血 润泽肌肤 是女生美容养颜 必吃的好物